鳥的羽毛 鳥的羽毛它這個遊戲是設定在賞鳥的一個過程 有五種棲息地 如何在這五種棲息地當中 觀賞到最多鳥的玩家 將會是最後獲得勝利的玩家 有看到這有白白的 是網站上免費下載列印 可以去它的網站上下載以後 就可以列印 也有那個付費版本 就是你也可以購買 不過在國外 所以如果要先玩的玩家可以先下載列印 它可以支援一到七個人玩 那我們來看一下 單人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是先拿14張牌 遊戲規則非常的簡單 遊戲設定也很簡單 兩個人以上就按照人數去分牌組 OK 單人的話是14張七手牌 那只會玩12回合 我們一開始先分類一下 不同的棲息地 那這邊顏色呢 不一樣的顏色代表不同的棲息地 像這個是森林 這個是沙漠 左上角這個是 鳥的唯一符號 每種鳥都有自己的符號 每一個棲息地有七種鳥類 上面這一顆痘痘 這兩顆痘都代表說 這一張牌在整個牌組裡有兩張 那現在兩張都在我手上 計分方式是以牌組的左下角的星星為計分 一顆星星一分 那像這個鳥蛋等級的common牌 它是沒有分數的 那沒有分數的也要想辦法去取得它 當你收集完同一個棲息地的七張 七種鳥類的牌的時候 就可以額外獲得三分 遊戲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選擇自己想要觀賞什麼鳥類 好 像我們先來沙漠地區看一下 這一隻 然後額外翻三張牌 我們現在來到了沙漠地區看到了這一張牌 你沒有看到在這個沙漠地區有其他的鳥類出現 所以我們在這一回合 我們只獲得了 這一張牌的兩分 那在網站上有提供計分的表格 或是你可以下 使用提供的網站程式來計分 那我們這邊單人遊戲 我們直接把這個得分的牌放旁邊就可以 第二回合的時候我們發覺在 因為在沙漿地有出現兩種鳥類 所以我們可以試著 我們只有一張 我們可以試著 轉換到沼澤地來賞鳥 一樣再翻三張 那這個時間 並沒有其他額外的鳥在沼澤地 所以我們只有除了我們自己看到的這個鳥以外 還有剛剛出現的這兩隻還沒飛走 那這三張就是我們的分數 接下來把沒有得分的棄掉 單人遊戲可以做一個動作就是你可以在第二回合以後你可以棄一張手牌 再抽一張手牌 然後我們有重複的 抽一張 在這邊我們看到在 森林地區有一張 比較稀有的牌 它這邊只有 顯示一個 代表說這張牌 這隻鳥在森林地區比較稀有 那我們如果這一次沒有觀賞到它的話 它就飛走 我們就沒有機會觀賞到它 那我們這一次就可以考慮 來換到森林的地方 來賞鳥 這次換到森林的地方來賞鳥 所以把我們 有觀賞到鳥記錄下來 有觀賞到的鳥記錄下來 然後 沒有觀賞到的區域 就移除 因為我們是 在不同地區 所以你會看到的鳥種類會不同 那先棄牌再抽牌 這個時候就要 想一下你要 以什麼為主 這個是 有兩顆星 像這種鳥蛋它有三個 大概是 一般牌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 應該說 接下來還會有機會看到它 所以先把它棄掉 比較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這一次呢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 沼澤地 觀賞這隻鳥 好 那我們這一次使用 這一張 我們來到沙漠地區 運氣不錯 除了我們自己 看到的以外 我們還發現了 其他的 種類 鳥類 先把它放到旁邊 然後這張 它只有一張而已 所以它接下來的 遊戲回合是 沒有辦法再一次觀賞到的 所以我們損失了一張 看到它的機會 一樣 抽牌 棄牌 那我們手上的橘色 沙漠地區的牌 總共有 有七張 那我們已經 收集到四張 這邊還有兩張 所以我們有機會收集到整套 好 以這個情況看來 我們先 考慮來到 三上 好 不錯 這樣子 重複的牌不重複幾分 所以只有兩張一樣的牌 把它放 氣掉一張 然後這張一樣 氣掉 來抽牌換牌 OK 這個 鳥蛋 我們不放棄鳥蛋 橘色現在 兩根羽毛的鳥類出現了 所以我們現在 雖然我們已經有找到兩根羽毛的鳥類 但是這個 這個是很方便讓我們出一根羽毛的時候 對 這樣我們可以自己出牌 自己獲取分數 收集到整套牌的時候 可以額外獲得三分 所以我們想辦法來額外獲得三分 好 好 好那這張是 不重複幾分 所以先棄出 這張也棄掉 我們看到海邊的鳥 喔 很多 一樣 氣牌抽牌 綠色的這個 雙翅膀的我們已經蒐集過了 所以可以先 晚一點再蒐集 欸 好好 這是個 不錯的 牌 直接放上去 直接得到四張牌 OK 運氣不錯 這樣我們的 海邊的鳥就收集到一半 因為全部只有七張 來看一下 喔 鳥蛋出來了 橘色的鳥蛋出來了 藍色有機會蒐集到整套 然後綠色比較沒有 綠色我們現在只有兩張 放棄森林地區 橘色 橘色 我們放橘色 因為剩最後這兩張 我們還沒有觀賞到 這樣我們的 ㄟ咻 把橘色收起來 這也棄掉 那我們在 沙漠地區就觀賞到了七種鳥類 所以我們這個 在最後祭分的時候會額外獲得三分 這邊呢 因為我們沒有 沼澤地區的地形 這邊要考慮到另外一個問題是 總共只有12回合 所以最後會有兩張牌是沒有辦法取得的 兩張牌是沒有辦法取得的 所以 我覺得 藍色是可以拿到 綠色可能就不行 那我們先放這個 紫色 我們來山上看鳥 好 那只有我們自己 把這個 洗掉 一樣 抽牌換牌 我是希望可以取得藍色的牌 那接下來可能就是 藍色跟紫色要互相 互相 互相想一下 好我們自己 自己先繼續在觀賞海邊的鳥 我我我我抓到一隻 好 這個藍色 抓到一隻 把這個棄掉 所以藍色剩我們手上這一張 那 這邊呢 我們就 拋棄這個 好 綠色的老鷹 我們放上 繼續在海邊 賞鳥 看我們 對 然後 這個就 沒有了 然後藍色的現在 我們也是藍色的 觀賞到了7種 不一樣的鳥類 所以我們藍色還會額外獲得 3分 然後最後只能再打出一張牌 所以 我們考慮一下 就放棄這張 啊糟糕 居然是老鷹 因為老鷹有兩份 所以我們想辦法 哎呀沒有了 只有老鷹跟 這邊還有多的兩張牌 多了兩張牌應該是我 遊戲過程當中忘了抽牌換牌 不過並不影響 我們一開始的手牌有14張這邊剩兩張只有遊戲12回合 在兩到四人遊戲的時候是 一人15張 那遊戲14回合 我們來計分 這個7張都有的是10分 這也是7張都有 因為它是 1 2 3 這個沒有分數 4 5 6 7 然後再額外3分 所以7張都收集到的是10分 這邊20分 看一下沼澤地 沼澤地有2分 22分 3 3分 加22 25分 再來 森林地區 2 3 4 4 所以我們總共這一次 這個遊戲的主要是29 它非常適合一門 而且很方便 只要攜帶卡滿久 單人積分不用用積分 多人積分的話沒肯定嗎 喜歡的玩家 可以去 網站上下載 自己列印 或是團狗 鳥的羽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容許 謝謝大家 請 吳